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也说红包封套上的图案不仅反映了时代的变迁 还有很多红包是要花一番心思才能够找到的限量品 所以是非常值得珍藏的 那我们现在就来听一听这一群红包发烧友 和我们分享收集封套的心得 华帽商场的这个角落 每逢星期天都会迎来一群红包爱好者 他们在这里见面讨论和欣赏彼此的红包收藏 我们都是好朋友 男男女女老老少少 我们没有分别是说怎么样 主要你有一些红包我没有的可以交换 有一些拿这个红包多出来 我们看没有也是跟他买来来凑 我大概有整百本好像这个电台的 我也是有这个 可是不是你要去哪儿拿得到的 所以变成我尽量一直找得到就收起来 收集了几千种不同款式红包的何秀琴说 他非常喜欢追红包的刺激感 常和朋友一起费尽心思的构思策略 把各商家银行发行的红包袋追到手 傅厚德收集红包已经有30年了 他就比较偏爱一些高档品牌发行的红包 30年前我太太嫁到我家来 所以他把他娘家的红包带过来我家 所以看起来有很多漂亮的 那时候我就开始收藏 90年代过后 红包越出越美 所以我觉得就更加有价值 后来就出那些名牌 那些 private banking 那些私人银行 还有那个叫做名牌货的红包 都设计它的纸张设计得很美 而且它的包装也特别美 尤其是电影的红包最难找 因为早期70年代 难找的红包 所以可一不可求 所以找到一张的话 真的是可以算三声有信 傅压币的红包收藏更是多达两万款 他说新年发红包的时候 他绝对不会把自己最珍贵的收藏品拍出去 除了设计独特的限量版红包 更令收藏者向往的 是这一些所谓的古董红包 这其中就包括这一个 这一个是20年代的红包封套 还有这一个是渣打银行 70年代发行的红包 那么还有这一个 这个据他了解 是来自中国60年代的红包封套 这些都是非常罕见的 那些旧的东西我们认为是最有价值 因为他告诉我们那一段历史 经历过什么一个年代 所以很有代表性 所以也可以教导年轻一代 原来那时候出的东西是这样子的 会计师戴红珠收集红包40多年 他的珍藏品其中自己最喜欢的 就是花了将近一千块钱 买回来的这些古董红包 越收越久的那个红包 比如说有三四四十年的 这些红包封 是在市面上很难找到 所以这些我们可以以高价来衡量 但是不是说很高 最多是说累积起来的这一堆 可能是六七百块 接近一千这样 这个我是特别收在一个地方 跟别的红包没有参加一起 所以这个我把它当作特别的宝贝 因为你可以看到特别小的红包 以前他们只是可以放一些银币 比如说五分钱的银币 不可以放太大的 而且这些质地 跟现在的红包封比 质地不大好 我可以这么讲 但是收藏的价值是很值得的 物以稀为贵 难怪这些古董红包 会比现在很多华丽的红包 更加珍贵了 今天看了这么多 又漂亮又充满创意的红包 您会不会也想自己收藏几张呢 那我们就请戴女士来教一教大家 红包应该怎么样收集 才会代代都是宝 我从二十来岁就开始收集红包 刚刚开始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红包的设计非常漂亮 鲜艳 同时它们也代表传统性的 也有一些卡通的 我也是喜欢 就是这样 我慢慢就开始收了 所以自己跟自己讲说 要分门别类 就好像我收集邮票一样 因为这些东西都是要有这种系统 分门别类 这样收起来才知道你去哪一样 戴女士认为 收集红包也不需要太注重 封套是否独一无二 最重要的是要选自己喜欢的设计 我的认为不鼓励她找特别的设计 只是先问她 你比较兴趣哪一类型的 就比如说她喜欢花卉的 还是银行的 还是明星的 还是一些橘子对联 给她一个确认 当开始的时候 可能我会送那些多余的红包给她 让她可以慢慢来收集 因为这种东西是要记少成多的 不是一下子就可以收得像我这么多 收集红包的人 其实不常花钱买红包袋 一般是通过购物 获得附赠的封套 或者是打听到什么公司 发行了新的设计 就特别托人讨几包 跟其他收集红包的人 交换红包也是很平常的 不过交换的时候 就要注意规矩了 比如说你有一张 特别就是拿这一张的话 你不可以说我这一张换你十包 这个是规矩不对 你要跟她兑换的话 你就是一张换一张 不管你这张是特别贵的话 还是怎么样 他们也是把它一对一 曾经有一次我犯了规矩 我就记得了给我的红包封的圈子的人 讲我 我一包 我特别拿很贵的东西 说你要吗 这张没有 但是你要给我十二包 自从那时候 我犯规矩之后 我已经给人家指指点点 很难受 好的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城光第一线 也欢迎您浏览八频道新闻 及时事节目网站 以及下载我们的应用程序 最后祝大家 扬年平安健康 家庭幸福美满 我是蒋焕 我们明天再见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